我相信耶稣 我相信耶稣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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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相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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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全能生 永远的神之王 来万土 来追踪 耶稣是全能生 世界的追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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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的全能生 东方万有的主 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 最前的平安所 康强的坚固者 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 基地支撑坚固者 耶稣我主 地支撑坚固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我的君王 唯有你陪的一切的尊重 几秒却能胜 尊贵荣耀君王 你是我的神的荆棘 坐在宝库上 你藏着到永远 耶稣你是我的君王 你的伟大无人能想象 你奇妙能力 无人能想必我 主 伟大奇妙可为 一切盼望和生命 所有都完全尊藏 自为你而活住 你是我的君王 唯有你陪的一切的尊重 听要却能胜 尊贵荣耀君王 你是我的神的荆棘 坐在宝库上 你藏着到永远 耶稣你是我的神的荆棘 你藏着到永远 耶稣你是我的神的荆棘 你藏着到永远 耶稣你是我的神的荆棘 你藏着到永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表现人生 尊贵荣耀君王 你是我人生的经济 坐在宝座上 你藏着到永远 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 一秒全能生 尊贵荣耀君王 你是我人生的经济 坐在宝座上 你成全到永远 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哈利路亚 大家早上好 弟兄姐妹再一次 我们在线上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你们准备好了吗 今天早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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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高兴的在这里 弟兄姐妹一起的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知道在这个动荡的时候 耶稣掌权 对不对 我们要这个时候 一起的把今天的聚会 来祷告 求神今天告诺 神的同财就在我们的当中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知道在任何的情况 以耶稣依然的掌权 哈利路亚 我们在这个时刻 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 主我们邀请祢的同财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的办公室 在任何地方 主 祢的同财就在这里 当祢的同财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那里就有大喜乐 有大释放 哈利路亚 让祢的恩告在我们的身上 圣灵我们邀请祢 欢迎祢 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每个人敬拜祢 赞美祢的时候 主祢的喜乐充满我们 哈利路亚 让我们知道 祢是真实的神 祢是信实的上帝 主祢是掌权的神 在任何时刻 祢是掌权 主我们是能够信靠祢 我们能够仰望祢 在任何的时刻 祢是配得的神 将一切的荣耀赞美 都归给祢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祢是掌权的神 今天早上我们知道 神掌权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主 Amen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祢 缓服 那些能够忐恋不闭 如果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祢 不让我再欺负我 那些能够供应该是你 我可以来赞美我们的祢 賠償啦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勇在美額的線 情節每一天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賠償在每一天 耶穌真正前 我們一起啦 風吹斷斷的時候 耶穌贊 使命守衛的時候 耶穌贊 不管環境 只要全心來相信 耶穌贊 祂凡事都贊全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勇在美額的線 明節每一天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賠償全在每一天 耶穌真正前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勇在美額的線 明節每一天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勇在美額的線 明節每一天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勇在美額的線 明節每一天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賠償哈利路亞 賠償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亚 我们能够高唱哈利路亚 因为耶稣掌权 使得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 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相信耶稣依然掌权 我们在祂里面能够黯然的居住 这个时候让我们眺望我们的信心在神 我们不要只是关注我们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 祂是配的 祂是信使的 我们能够依靠祂 我们能够安然的居住 我们起来 让这首歌来向神敬拜 向神来祷告 神必回应我们今天早上 哈利路亚 我来到你的宝座 欣赏我的祷告 在宁静的时刻 我听见你的声音 因为你也不赖 在宁静的时刻 已经找到了我 是我陪的走进你的宝座 在宁静的时刻 宁静的时刻 你灵起我不求 享受在你的荣耀 神节奏 却一样起烈来光燥 来光燥我的心 你是我心 充满了快乐 祝我一样起烈来光燥的时刻 我来到你的宝座 身上我的宝座 在宁静的时刻 在宁静的时刻 我听见你的声音 你灵起烈来光燥的时刻 你聆聽我呼求 閃爍在你的榮耀 聖結束 就你讓幾年來光照我的心 你是我心充滿了快樂 主我你是我卻讓你到 你和我是我安然記住 求你 求你讓幾年來光照我的心 你是我心充滿了快樂 主我你是我卻讓你到 你和我是我安然記住 求你讓幾年來光照我的心 你是我心充滿了快樂 主我你是我卻讓幾年 你和我是我安然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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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圣子你是心是谁 噢 你是我们安安 噢 在东方里你是我们安安 我们能够信靠耶稣 哈利路亚 噢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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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King 阿玛 阿玛 好了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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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ite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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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阿玛 阿玛 Yeah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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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ノ 祝你永遠于我投在 在你里面沒有改變 你的堅定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你奉神允许残留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堅固办事 却能真身我清白地 祝你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堅定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到永远到你奉神允许残留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坚固办事 却能真身我清白地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天地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到永远 靠你奉神允许残留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我清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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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在你手中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然后移你永远与我 威力 根湖explosion 堅固磐石 全能真身 我敬拜祢 何德美 何平君王 我敬拜祢 降福于祢 祝祢荣耀 充满在这里 直到永远 何德美 何平君王 我敬拜祢 降福于祢 祝祢荣耀 充满在这里 直到永远 何德美 何德美 何平君王 我敬拜祢 降福于祢 祝祢荣耀 充满在这里 直到永远再来一世 何德美 何平君王 我敬拜祢 降福于祢 祝祢荣耀 充满在这里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一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 我敬拜祢 教官 主 让祢的圣灵 祢的恩高 祢的怜悯 充满在这个地方 充满在这里 来带遗旨 带来希望 带来盼望 带来拯救在这个国家 哈利路亚 让祢的荣耀被告绝 让祢的生命被告绝 耶稣 祢吸引万人归降 哈利路亚 谢谢祢 是的 主我们赞美你 今天早上能够来到祢的殿中 赞美你 哦 祢的痛在 充满在这里 主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聚会叫托在祢的手中 你的话也被大大的传讲 让祢触摸我们的心 带来震动 带来改化 转化的心 哈利路亚 谢谢祢 谢谢祢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 奉耶稣基督师们 求祢祷告 Amen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Rachel姐妹 她为我们 征导我们一起的聆听 神为我们准备的今天的话语 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早上好 再一次我们又回到神的殿中 我们都预备好我们的心 透过敬拜赞美 将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心不但敞开 我们的耳朵也要敞开 因为听到 信心是从听到而来的 所以今天早上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身宝座前 我们谦卑的向神说主啊 愿你的话降临 愿你的话临到我们的身上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让我们饱饱的来领受 上帝为我们预备今天的玛纳 来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来寻求我们神美好的作为和旨意 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 主圣灵 我们非常的感谢你赞美你 愿今天早晨是一个蒙恩的早上 是一个耶华所定的日子 愿神你的百姓都来到你的身座前 我们要等候神 你亲自将你的话也降下来 愿真理的灵来到引导我们的脚步 愿真理的灵每一天都来带领我们走一个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来到讨神的喜悦 主啊 把今天的讲道的分享 全然的交托仰望 在天父你的恩手中 使求主圣灵 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你说 只要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祷告 你就与我们同在 以满内力的神与我们同在 以便一切的神 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 我们非常的感恩 将一切的荣耀送赞爱戴都归给 坐在宝座上的耶稣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让我们这时候预备我们的心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我们来看一看slide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靠着神的智慧 做正确的决定 靠着神的智慧 做正确的决定 哈利路亚 那我们今天要来探讨 几节很多节的经文 因为我们也知道 马来西亚现在已经开始 可以允许说我们可以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开放来到创业 更正常的开放可以跨走了 那当我们要面对又有一个新的季节 来到临到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从以前关闭不能出来 到现在又可以开放出来了 那我们是否应该要向神求更多的智慧 靠着神的智慧我们做正确的决定 所以无论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得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和聪明 来做对的决定 为什么 因为正确的决定会带给我们很好的 怎么呢 未来 如果做错决定呢 我们会付出很多惨重的代价 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说 靠神的智慧做正确的决定 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经文呢 真元书9章第10节到11节 非常容易的记住 今天的经文就是 真元书9章10节到11节 你就很容易的记住 真元9、10、11 好像已经顺着次序 好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来 因为耶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你借着我日子也必争多 年岁也必加添 这里神告诉我们很明确的说 我们如果敬畏耶华 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你敬畏神 你做对了决定 这个是已经我们人生 已经成为了 在神国度里面 已经得胜者了 因为你做对了决定 所以敬畏耶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智慧的开端 开启了我们的属灵的眼光 开启了我们的思维 开启了我们能够分辨善恶 所以呢 敬畏耶华是蒙恩的 好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那谁是至圣者呢 当然至圣者是耶稣 我们跟随着耶稣的脚步 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我们跟随着他的时候呢 便是聪明 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 借着神的旨意 我们的日子必争多 哇 日子必争多 好像是长寿 年岁也必加添 所以我们要活得健康 我活得长寿 敬畏耶华就是正确的决定 好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说 主啊 愿你今天 把更多的智慧加添在我们的身上 好 我曾经小时候呢 我住在槟城 在小时候的时候 我是住在槟城的 那槟城你们都知道 是一个小岛 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岛 所谓的什么东方蜘蛛吧 我不晓得怎么叫 但是我知道 槟城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岛 我在那边出世 我在那边 我小时候 我住到12岁的时候 父母就迁迷到基隆坡 所以小时候 我还很记得的那个印象 我们每个礼拜天 甚至是两个星期一次 我的父母就会开车到 我们一般的孩子 还有家里一些的小童工啊 因为为什么我家里有很多一些的 记打州的一些的亲戚 还是朋友的孩子们 他们放假会在我们家居住 做一些工作 那么都会去海边游泳 去海边游泳 去海边游泳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多沙 要走出海 当然我们小时候 我大概还记得七八岁的时候 都会带着那个佛的那个float这样子 救生圈 都出海了 那以前很单纯 不会怕有没有鲨鱼 下面有没有水母 会不会有东西咬你 不会很单纯的 就是很喜欢游泳到海边 给那个海浪冲上来 玩沙 抓那个小小的贝壳 很开心 这是我的童年 甚至我母亲 她可以拿整个瓦器 不是瓦器 那个gas 就是煤气 整桶拿去 还拿一个火炉 在淹了一大堆的鱼 炒米粉 加粒米 对不起我讲这些事 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故事 在海边还可以煎鱼吃的 这个是我的童年 现在我想起来 我妈妈真的太有滋味了 可是我们游泳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前面的海浪 到底它的水有多深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只懂到鱼啊鱼啊 可是还摸到脚地 还可以踏到那些沙的时候 觉得很安全 沙有沙 可是突然间 你会突然间 游过一点点的时候 踩不到沙了 哇 那时候你就会紧张 很怕 快点倒回来 游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得到上面的海水 看不到海水下面的 它的沙地 可能是平坦的 慢慢斜下去的 可能突然间 它是一个阶梯这样子 突然间这样 下去的 所以你游泳的时候 踩到那个沙 突然间好像突然间 没有踩到地面的时候 你会很恐慌 掉下去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人是看不到 我们甚至看不到 但是如果有一辆飞机在上面 或者有一个人在树上 很高的 他往下看的时候 他看得到 为什么 他会分辨到那个海水 可能是比较浅青色的 突然间隔了一点点 就深 青色的 你就知道那个海 是比较深的地方了 那个区块是比较深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看不到 我们真的希望说 哎呀 快点通知那个人 在前面一点点 那个水会很深 又不能打手机 游泳不能拿手机 不能够有那个 Waterproof的手机 哎 你快点退回来 我们不能这样子做 但是呢 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话 我们很难 所以为什么 我们怎么 人是有限制的 我们人有限制 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呢 我们一定会有限制的 我们只能看到前面 我们眼睛所想看的 但是 神呢 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神是创造宇宙万物 无所不在的 他就是那位自圣者 自圣者就是最高的自圣者 充满着智慧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来领导我们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要跟神 有一样神给我们的智慧 神什么都看得见 因为他居守卫 他坐在宝座上 他统差万有 他看到所有一切 因为一切都是 包罗万象的事物 都是我们神所创造的 所以如此的话 我们有一位 那么至高的神 如果我们依靠他的话 我们让他来牵引我们的话 就好像有一位救生员 在上面 他是 在树上打个比方 他看到的时候 回来 回来 因为他看到前面 就好像神 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赐给我们一位保慧师 圣灵告诉我们 孩子回来 孩子那边危险回来 如何我们才能够让神 给我们智慧呢 就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 七个理由和七个方法 好 你预备好了吗 七个理由和七个方法 那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有所连结 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应许 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加的得胜 好 我们今天我的影缘呢 第二个slide来看 我们要如何在所行的每一件事上 求神都赐给我们智慧 也帮助我们每天行在智慧里做正确的决定 现在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 因为又开放了 MCO已经过去了 我们要重新 come to a new chapter了 新的季节了 那新的季节 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多神给我们新的启示 新的智慧 新的聪明 我们才能够面对另外一个新的挑战 所以呢 我们要有智慧 有清楚的理解力 还有清楚的统差力 有也知道如何将真理 真理来应用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 今天的情况如何 我们要有真理 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聪明 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 该做的或不该做的 该行的或不该行的 我们更加要需要神给我们这个智慧 从上头而来展现出很好的判断力 对吗 我们要有判断力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判断 对也可以不对也可以 常常迷迷糊糊的 那么我们会错失很多很多的祝福 所以亚伯拉罕的职儿 罗德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他要 亚伯拉罕说 你选择看你要哪一块地的时候 罗德呢 他就选择了一块 他觉得很好的土地 他觉得 哇那边又肥沃 又很苍生 他看是凭眼见看 凭他的血气而选 因为我想要 我看那边比较繁华 我要 我要那个 每个人 最想追求 最荣华的 最 ready的 ever ready 繁荣的 城市 我不要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罗德是凭他的眼见 和他的血气 所以 他不知道他自己所选的是什么 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的 十三章 十节到十一节 你会看到 罗德他也不知道他要什么 但是他要最好 是凭他自己看的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一块地 他看的是好的 因为是用人的眼光 用人的智慧 可是呢 那一块地 充满着许多的邪恶 围绕着那块地 所以呢 那块地 最终呢 你看到 都绝灭了 火烧了 对吗 所以今天呢 最重要的 有多少人 因为选择的时候呢 觉得我自认是最好的 所以我选 忘记了听神的声音 忘记了来到寻求神 神啊 给我智慧 分辨人类 所以呢 往往我们要付出代价 就常常不明不白地 陷入了困境当中 所以我们 为了避免不要陷入困境 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 而且聪明的人 不是靠自己而聪明 靠着那位自圣者 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 靠着自圣者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得着不一样的智慧 从上头而来的智慧 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进入 上帝的应许和丰盛 Hallelujah Amen 神呢 神呢 神做一切事情 都会有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要有 跟神有互动呢 更加的清楚明白的时候呢 我们更加要来寻求我们的神 所以今天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slide 我的重点要告诉大家就是 七个行智慧里的好方法 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棒 如果我得到了这个方法 我一定会不要做错决定 那么我们在面对新的一个季节的时候 新的季节的时候 哇 MCOO 开始可以夸走了 是不是 哇 I want to travel I go everywhere I can go dining 我可以去吃东西 到处乱跑呢 还是 你还是要有聪明的正确的选择 什么当行 什么不当行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神的子民要向神求智慧 而且呢 我们还要讲的另外七个重点就是 七个向神求智慧的好理由 你要有好方法 也要有理由 对吗 你跟他说 你给我这个方法 到底是什么理由呢 没有理由 我会怎么认为是你的好方法呢 那我相信 神给我们好的方法 他一定会给我们好的理由 那么你才会心服口服啊 真的是 主啊 我敬拜你 我真的是俯伏在你面前 因为你就是那个制高者 你是最棒的 因为耶稣是最棒的 因为为什么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 他太初有道 他就是那位神 他就是那位充满慈爱 充满怜悯 充满救赎 来到这世上 就是为了成就你 成就我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不是白白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我们活着在这个世界上 白白的度过了我们的岁月 觉得转眼一看 哇 太遗憾了 怎么好东西都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是不是太可惜了 但是当我们 敬畏耶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来寻求这位 这位充满着至高智慧的神的时候 当我们走过的我们的岁月 再回转一看 哇 感谢主 在我的一生中 我做对了正确的决定 我做对了选择 我在处理事情方面 我都做对了决定 我再回看 神啊你的恩典 真的是如此的丰富 你的恩典如此的充满着 哇 太丰盛了 我得胜了又得胜 告诉大家 当我们再等回 转回去看 主啊 你真的是又真又活 超级 超级棒的 耶稣 我感谢你赞美你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找出七个方法 我们也要有七个好的理由 你预备好了吗 如果预备好了 在视频面前跟我一起说 阿们 阿们 当你说阿们的时候 我相信 这个七个方法和七个理由 都会神会加添在你的身上 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 都会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是要 熟血气的人 不能够领会圣灵的事情 反而他觉得异着 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神的话 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不是一桌 我们有神的同在 我们有神的同在 感谢主 所以呢 有智慧呢 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理解力 我们也会有统差力 统差力和理解力 我们晓得说 我会去看一看 我理解这件事情的前硬后果 做了之后该怎么做 然后我也有统差力 有些地方人家不明白的 我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会指教我们 属灵人看透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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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依靠神 依靠圣灵呢 我们就能够明辨是非 弟兄姐妹 告诉自己说 我要靠着圣灵 我能够明辨是非 我能够展出好的判断力 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 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挑战 每一天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知道吗 哎呦 公司打电话来有问题 你要不要解决 要 那你要不要智慧 要 哦 孩子的学校打电话来 老师说你的孩子不听话 你要不要解决 你要如何跟老师对话 你要如何去教育你的孩子 让他更加的听话 更加的专心 打个比方 对吗 那如果你要处理一些团队里面 或者是教会里面的服饰 教会 就是说不同的人都在一起 那你如何的去面对 这只羊的需要 那只羊的需要 我们如何的去来到统刹 和理解对方的需要呢 神会赐给我们智慧 所以我们需要 神啊 我要敬畏你 就是智慧的开端 那么我能够做 对了决定 我就能够领受上帝给我的智慧 对吗 所以今天呢 只要我们圣经有说 只等真理的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且把要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说 16章13节 都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等那真理的灵来 所以我们要常常 跟圣灵有很好的连结和交通 跟圣灵有很好的连结和交通 我们才能够 有真理的灵来光照我们 可是很多时候 你们有发现到吗 我们常常会被事物 人事物环境来到 把我们对在一起 让我们真的是有时候 看不到神 只看到事情问题 人啊事情 所以我们如何要导空自己 成为更神有更好的连结呢 今天给你一个秘诀 就是如何导空自己来到 只是单单眼目 只见到耶稣 什么都不要烦到我 我能够跟神连结 我要争取跟神相处的时间 然后得着更多 从神而来的什么呢 真理的灵来光照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走在真理的道上 我们不偏左不偏右 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有统差力 我们有理解力 我们还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那如何去做到呢 我做一个比喻给大家看 打个比方 你在一个房间里面 你家里的房间 你有很多很多的书啊 你有很多的架式啊 一个sofa啊 你还有电视机啊 还有你的hifi啊 还有你的什么装饰品啊 哇你的家里 你的房间里面 你装饰布置得很好 那么你回到房间 你一定会摸摸这里摸摸那里 动动这里动动那里 对吗 因为房间很多东西啊 哇但是你很舒服啊 你觉得这是我买多少钱 这是我放多少钱 这是都是人事物 我们身边很多 有时候会拦住我们跟神亲近 那比喻打个比方 如果你如何导空你自己的话 你打把这个房间打个比方 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清除掉 remove everything out 没有了 只有剩下一个房间和你在一起 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在一起 你跟那个房间 你就把它当成 这个房间就是神哦 那你在里面 哇神包住你哦 那什么都没有 想要摸hifi也没有 摸电视机也没有 把自己倒空 你想想看 我要在主的里面 我在主的里面 我要享受神的同在 我要倒空我自己 让神里来充满我 那我们能够如此做到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很享受 神在无人事物的范围里面 只有单单我们举目观看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神要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当然我不会叫你回家 把你家里的东西全部搬了出去 不不不不 你可以用你的思维来思考 我如果把我自己 倒空我自己 让神你来更多的来充满我 但是如果我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杯子 哇我装的一大堆都是 我自己的东西满满的 神不能进来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小小的杯子 小小的杯子 但是这个杯子是能够伸缩性的 还可以expand 我只要在这边等候神 神把他自己充满充满 到我这个杯子能够越来越膨胀的时候 那个是神自己在我的里面 而不是我把我自己的一大堆东西 我如何来寻求神呢 哎呀对不起我忙啊 我要工作 对不起我忙啊 我有这个要做 对不起我忙 所以我们跟神时间如何连结 如何有更好的智慧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到祷告神 给我跟你能够连结 给我能够连结在你的里面 求你主啊在我所行的每一件事上 求你都赐给我智慧 也帮助我每天都在智慧里面 与你同行 阿们 我们跟神说 在智慧里面与你同行 好今天我要给你们七个 行智慧的好方法 如果你预备好了 来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slide 七个 来我们看神 还没有看的时候 我们先看神给我们的应许 神有很多应许给我们 我们来看看神的应许 来我们先看经文 来真元书 刚才我已经读过了真元书 九章的十节到十一节 你们都可以记住 九十十一很容易记 来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你借着我日子必争多 年岁也必加添 来第二个经文诗篇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今天如果你有当听的把它记下来 那让他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 神天天都给他的应许 他的百姓 只是我们有没有记得去领神的应许 还是我们忘记了 原来神给我们的应许 还没有兑现 我们要不要去兑现神的应许 要的我们要兑现神的应许 因为神的应许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 来 义人的口 诗篇37篇第30节到31节 我们一起来读 义人的口 谈论智慧 他的舌头讲 说公平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 他的脚 却总不滑跌 今天呢 神告诉我们义人的口 所以我们如果你要知道 神呼召你要成为义人 神呼召你 你已经硬性称义 我们硬性称义 我们已经是义人 义人的口要讲什么 讲智慧的原语 不要讲疑媚的原语 不要讲那些不实际的话语 我们的舌头要讲公平 要做事情要公平 不要去就是说 剥夺其他人的利益 因为神知道 神的律法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里面 我们的脚不会滑跌 就是不会跌倒了 那个很危险 为什么 你滑的时候跌倒 要重新爬过起来 又再重新 又再来爬的时候 太累了 所以我们不要滑跌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口 因为硬性称义 你和我都是 耶稣用十架宝血 救赎买赎回来的 我们都是上帝的羊 我们的神都是什么 我们的神就是公义的神 我们要行公义好联名 我们是义人的话 讲话 要讲智慧的话 不要讲一些批评论断 埋怨的话 不要讲一些咒诅的话 不要讲一些 一昧的死人跌倒的话 我们要讲什么呢 智慧 我们要讲公平的话 那么神的话语 律法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就不会滑跌 这个很重要 神给我们的应许 第三个应许 我们来看 真元书24章3到4节 他说 房屋应智慧建造 又应聪明立稳 其中应知识 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来 真元书24章3到4节 房屋应智慧建造 又应聪明立稳 其中应知识 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感谢主 神给每一个神儿女的应许 就是让我们 我们建造房屋不是依靠自己 如果我们 靠自己都是枉然劳力的 但是耶华所建造的 都是让我们立定 可以很稳固的 所以今天房屋应智慧建造 很多家庭都有悲剧 很多家庭我们说 家家有本难练的经 所以鼓励大家天天要读圣经 因为圣经就是我们的最好的说明书 让家庭和睦 让夫妻关系和好 让夫妻关系更加的恩爱 让儿亲子关系跟父母呢 孝敬父母呢 而父母也不要惹孩子的气 那么整个家庭呢 就会很和气 家庭呢 充满智慧的话 那么都能够立得稳 立得稳的话 如果又有知识的话 整个家庭你会看到 神要给你们美好宝贵的 什么呢 财物 因为一个家庭如果你不靠着神 我们常常埋怨 或者是用一命的事情来到 伤害自己的家人 有些儿女不孝敬父母 伤害父母 或者有些父母 不会疼爱孩子 惹孩子的气 欺负孩子 要孩子做这个做这个 所以变成没有真理的根基 很多家庭外面都有悲惨的悲剧 甚至有些听说 因为丈夫中了COVID 妻子跟孩子一起跳楼之上 什么都有 为什么家里没有神立定这个根基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救赎我们的神 慈悲怜悯好公义 行公义好怜悯的神 来到成为我们的救主 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家庭能够立定 能够稳固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 求神给我们智慧 来如何来执行家里的事情 我们成为丈夫的做丈夫的本分 成为妻子的做妻子的本分 成为儿女的做儿女的本分 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有聪明有智慧有知识 敬畏耶和华的家庭 就是蒙神恩惠的 蒙神祝福的 而且他的家要充满着什么 聪明立稳 知识充满 而且各样美好的宝贵财物 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回转再看 感谢主 我选对了 因为我做对了正确的决定 就是敬畏耶和华 所以我回头一看 世世代代有上帝 成为我们的居所 世世代代有神的恩典 恩惠都伴随着我们的家人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蒙福很蒙福的应许 来第四个应许 我们看一下 耶利米苏第三十三章三节 我最喜欢 三十三三节 这是我最喜欢的境界 耶利米苏三十三章三节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看slag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只是你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如果我们懂得来到神 神啊我求告你 求你应允我 我不懂 我不晓得该如何的去做决定 这个project我该做吗 这件事 这件的事情我该处理吗 我该如何做 神说 耶利米苏三十三章三节 就是打电话上天堂 这个是打通天地线的一个电话线 主啊主啊 我求告你 求你应允我 并将你 我所不知道的 又大又难的事 你指示我 这个就是你的什么 这是你的电话号码 333直接打通主啊 明白吗 这是你的天国的电话号码 所以要记住 耶利米苏三十三章三节 来到神的应许第一次告诉我们 真缘二章三到六节 你要呼求明知 扬声求聪明 寻找他 如寻找云子 烧求他 如烧求隐藏的珍宝 你就明白 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因为耶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由他口而出 神是那位赐给我们 聪明和智慧的神 耶和华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寻求他 要寻求的 你要寻求的 如何寻求 多读圣经 如何寻求 多读圣经 多听道 多了解 神的心意是什么 多一点探讨 神你的旨意是什么 多看圣经 多了解圣经 多明白神的话语 那么我们就得着了智慧 多敬畏神 多仰望神 多敬拜神 在敬拜当中 能遇见神 多一点祷告寻求神 在祷告当中 有得到神的回应 因为你打了电话 天国的号码 333 耶利米苏 神说你求我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我就回应你 I answer your phone call ok 并将你所不知道的 又大又难的是指示你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难道神会说谎吗 神给我们的应许 只是我们有打这个 天地线连结上面吗 有没有跟神祷告神啊 我要寻求你 又请你这样 又大又难的事告知我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 七个应许之后呢 我相信你得着了 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之后 你相信神给你的理由和方法 一定会帮助我们 更加的什么呢 更加的得着神给我们的恩典 和丰盛的人生 好 所以我们凡事上 我们不要说 我要寻求人的意见 我去寻求 通常我们人有一个错误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去寻求人的意见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最后呢 我们用了人的方法 我们用了人的方法 往往有些人的方法 也是可以的 也会给你的 但是不一定是 人的方法都不好的 但是最重要我们要选择就是 来找到那一位至圣者 我们一定要先寻求神的意见 我们不是说 哎呀 我问别人的意见不对 难道医生给我的意见是错的吗 律师给我的意见是错的吗 律师医生给我的意见 难道他们是专业人士 我不能听吗 可以听 你可以听 我是说我们要再去找医生来诊断病情 或者去找律师来做一些的案件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借某某人的时候 我们先寻求神 神啊 求你给我一个适合我的医生 或者适合我的律师 或者神啊 求你帮助我 我要寻求你 我应该找哪一位 应该怎么样做 我相信神会在你的灵里面的深处 会给你一个印证和应许 所以我们要先寻求神 然后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更加的得着正确的决定 好 我们来看 现在讲到七个方法了 大家都等候了 七个帮助你行在智慧里的好方法 来 今天我们的圣经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神的话语是最宝贵的 唯有神的话语能够指引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人的话可以相信 但是神的话更加要相信 因为神的话永远不会有错的 好 第一很重要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slide 七个帮助你行在智慧里的好方法 第一 我们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什么叫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打个比方 你家里有一个buff tub 你在洗澡的时候 打个比方 你说很久 我没有浸泡有一个很好的shower这样子 所以我放了一个buff salt 那个盐 泡的香香的香气在里面 以色铁浸泡在香料里面 在建王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们叫浸泡 是什么呢 每天都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唯有神的话语呢 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才能明白神要给你正确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方法很重要 要浸在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真元的第二章 一到二节 然后跳到第五节 看我们的slide 好 我而 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纯迹我的命令 彻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你就明白 敬畏耶华 得以认识神 所以神说 你要领受我的言语 纯迹我的命令 彻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彻耳就是要常常听 听多一点诗歌 不要听一些负面的消息 听多一点神的话语 听一些正能量的消息 不要常常听一些负面的消息 所以我们要有彻耳听智慧 然后专心的求聪明 求聪明 因为我们的至圣者 耶稣是超乎万民之上 超乎万民之上 在地上别无他名 能够超乎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求聪明 我们要明白 敬畏耶华 我们才能够认识神 很多人说 我很想认识你所认识的神 为什么我看你的生命不一样 我很想认识你的神 但是呢 他如果没有带这个来到寻求的心 来听的心 或者来到敬畏的心 你如何认识他呢 我们要认识这位至高的神 第一我们都要怎么样 要明白 要敬畏耶华 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他 所以当你越敬畏耶华的时候呢 越敬畏神的时候 你越认识他的时候呢 我们就越聪明 第二个 要祷告 刚才是要敬在神的怀 第二个方法就是 要祷告 基督徒如果不祷告 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断气的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一天要呼吸 呼吸 我们要呼吸的 我们现在要呼吸还要戴Mask 因为现在外面的空气真的是很危险 要戴Mask 可是今天呢 我们要戴口罩 可是今天神要你什么 要你灵的活人在里面 也要呼吸 我们的呼吸是什么呢 就向神祷告 跟神对话 跟神连结 常常拿起你的天活的电话 拿起耶利米 耶利米书33章3节 我们就是打天活的号码 跟神祷告 所以这里亚克书说什么呢 第一章第五节 他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 也不彻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Amen吗 所以我们要什么呢 要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的 神后赐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 祂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我们不要 不要只是说 哎呀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No no 我们要向神呼求 好 来 第三很重要 来 帮助我们行在智慧里的好方法 第三 来我们看 正元书3章6节 3章6节 要凡事我们要认定他 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认定他 我们认定他的话呢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我们认定他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他必指引我们当行的路 只要我们认定 神你就是那位自高者 你是那位智慧的神 你会引领我 让我做对决定 圣灵求你来到 带领我 引导我 牵引我 如何来做决定 如何来给我智慧和聪明 统察力和理解力 如何来分辨善恶 如何来分辨是非 那我就能够靠着耶稣得胜 所以凡事要认定神 这个第三的重点 第四的方法就是 要实时敬畏神 敬畏耶华是智慧的开端 为什么他很注明说 我注明说要实时敬畏神 不是说因为我有需要 我才来敬畏你 因为我今天有要求 我才来敬畏你 我们以前呢 在过去的时候 在拜偶像的时候 没有事情是不拜的 有事情才来拜 我常常读书也是 考试的时候 我们明天考试 今天才来什么 有一句话 临时抱佛脚 有需要才来求 但是今天不是 我们要实时敬畏 出去外面也敬畏 回到家也敬畏 在人面前也敬畏 在什么时刻 我们都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 这就是你寻求智慧的好方法 因为敬畏耶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真言书九章十节重复又重复 来我们看第五个方法是什么 第五来我们看 这个是有时候我们耳朵会发成 我们耳朵会发成 这里讲什么 要领听智慧人的言语 要领听智慧人的言语 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 留心领会我的知识 我们有时候呢 要不要 我们有时候常常都会 有一句话属于说 我们常常都会犯的错 就是我们会自我以为 就是我以为应该是这样的 或者是自作聪明 我认为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常常会犯错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要学习 有一个耳朵 是谦卑的耳朵 一个谦卑的耳朵 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福气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愿意聆听智慧人的声音的话 我们寻求一些的知识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从神那里 透过这个人来向我们说话 我们就得着了启示 就得 本来我想要这样子做的 突然听了一个智慧人跟我讲的话 是哦 神是你派来跟我讲话的吗 让我突然间灵里面得着释放 本来心中很沉闷的 用一种压抑感在里面 哇 骚扰了几天都不能够得释放 我一直 心里面好像一直在惦记这个人 觉得哇很挣扎 要跟他争吵 还是要跟他和好 要争吵还是要和好 要继续跟他对抗 还是要原谅 我们都会挣扎的 人是有软弱的 有时候人软弱的时候 不妨我们也会寻求 教会的牧者啊 或者是牧师啊 或者一些的属灵的同伴啊 陪伴你祷告的啊 你一定要有属灵的同伴 那么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寻求一些 我们好的属灵的伴侣 可能丈夫跟妻子 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伴侣 可能是教会的某一个弟兄 某一个姐妹 成为你一个带导的对象 彼此扶持的对象 那可以聆听一些智慧人的言语 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的 有智慧的去处理我们的事情 来 第六的方法 好 第六的方法 我们要行在顺服中 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要得到智慧 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未来的做每一个决定 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带领 我们看真元书二章第七节 他给正职人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 我很喜欢做盾牌 我自从上一次讲道过后呢 穿戴全副军装之后呢 我几乎是每一天都穿戴全副军装 成为我的习惯 几乎是上个月我所讲的那一场道之后 我差不多每一天都提醒自己 穿戴全副军装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一定要每一天戴上你救恩的头盔 穿上你的福音的鞋子 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带领 因为神的话语他的应许 都真的是要给那些愿意领受的人 神都会把他的应许赏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 顺服的话呢 神说他给正职人存留真智慧 我喜欢这句话 真智慧 原来智慧有假的 原来有真的 你相信吗 真智慧有假的智慧 很多现在我发现 外面很多的教师的教课 在圣经有讲 在末后的世代 很多假教师出来 最近我也是发现很多 无论你打开你的YouTube也好 打开你的Facebook也好 很多广告出来 哇 教你如何赚钱 教你如何做这个 教你如何投资 有很多很多包罗万象 多得你都差不多数不完了 到底是真的智慧呢 还是假的智慧呢 当然他们也有真的智慧 但是很多 我也看到很多的教义方面 根据圣经里面 都有超出来的一些的教义 当然我觉得圣经是最好的智慧书 最好的智慧书 当然了 如果我们没有跟到真的智慧 我们就会跟到假的智慧 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带领 他给正职的人呢 留真智慧 我希望你写在你的书上 你的正元书的第二章第七节 真智慧 OK 好 第七 要做个谦虚之人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 在行在智慧里的好方法呢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承受福气 是因为骄傲来了 我们一定会跌倒 所以我们看真云书的十一章二节 他说什么呢 真云书的十一章二节 他说什么 骄傲来 羞耻也来 谦逊人却有智慧 所以要成为一个神提升的人 要成为神 从第一处把你提升的人 我们一定要去学会 谦卑和顺服 如果我们不懂得谦卑和顺服 我们很难领受 从上帝而来的恩典 因为主要给智慧和知识 真是会给那些正是行在正直的人 行在公义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 神啊 让我喜欢你的律法 让我喜欢你的话语 让我昼夜都要思想你的话语 让我昼夜都要浸泡在你的话语里面 让我顺服你的带领 让我降服 让我倒空我自己 让你来充满我 就好像刚才我比喻那个房间 我倒空我自己 让你来充满我 让你在里面更多 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微小 我们生命越来越微小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历神极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学习 我们不断的学习 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 好 接下来我们另外七个 向神求智慧的好的理由 好的方法有了 那么方法刚才我重复 第一 我们要怎么样 我重复 就是回到刚才那边 第一我再看看我的slide 有点乱了 好 没关系 来 等一下我们再重复 第一 我们要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第二我们要祷告求智慧 第二我们要祷告求智慧 然后第三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再看第三 要凡事认定神 第四 要实时敬畏神 第五 要聆听智慧人的言语 然后第六 要行在顺服里头 第七 我们要做谦虚的人 谦虚的人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向神求智慧的理由 第一我们看 正元书三章十六节 正元书三章十六节 它使我们能够长寿 当然你长寿 当然你是健康 如果你长寿 你不健康 你活着也没有意思 对吗 很多人在医院都求死 他说医生我很辛苦 求你给我死了吧 医生我不要活了 求你给我死了吧 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 真的是病到在那边 我希望我能够早点死 可是生命 权力在谁的手中 耶稣掌管明天 耶稣掌权作王 我们生死的要食 都是在耶稣的手中 因为如果他拥有了阴间的钥匙 如果耶稣说 我不打开这阴间的钥匙 你都不能够去 所以这阴间的钥匙 属于主耶稣在掌握 所以生死不要惧怕 我们不要害怕 生死必有定时 只要我们愿意 顺服神的话来带领 他说他使我们得享长寿 享是什么 享受呢 享受长寿 富贵 他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来弟兄姐妹 我要你这样子做 我的右手有长寿 神感谢你 我的左手有富贵 主我感谢你 这是神给你我们的应许 只要我们敬畏他 我们向神求智慧 我们就懂得如何明白 神在我右手有长寿 在我左手有富贵 如果你有长寿 你有富贵 你能够享受你的人生 肯定你是健健康康的 灵魂体都健康的 而不是说在医院里面 主啊 我要求死 我不要活得那么长 因为我很痛苦 那绝对不是神的应许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让我们 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弟兄姐妹 你领受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领受 来大家打开你的手 主我感谢你 我的右手有长寿 我的左手有富贵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第二 来我们为什么要有求智慧的好理由 所以有智慧是好的 来第二 真元书3章17节 他说他的道是安乐 他的路全是平安 对不对 所以神说他的路是平安的路 他的道是安乐的 所以如果你有长寿 你又可以安乐 你又有平安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我们要求智慧 我们不要求假的智慧 哇那边有课程我冲着去上 那边有课程我冲着去上 那边又有什么老师我冲着去上 最后上了一大堆道理 一大堆的理由 没有一样可以行出来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智慧 但是如果有一个真的智慧 只要你愿意跟从第一条例就够了 敬畏耶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 你的路怎么样 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你的道是安乐的 你的路是平安安全的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这是我们求智慧的理由 非常的充足 第三个理由 来我们看 真元三章十八节 使我们得到生命与祝福 我们来读真元三章十八节 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术 持定他的聚隔有福 哇你看神说 只要你敬畏耶华 你持守 持守 你能够怎么样 持守 他要做你的生命术 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术 哇 这棵树多么的果子 你要持定各样各样的福气 所以第四 来我们看 真元书三章二十三节 你就坦然行路 不致碰脚 他使我们受到很稳妥的保护 因为我们敬畏神 我们就会很安全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活在基督里 我们得到安全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得着安全 如果我们活在基督以外 怎么办 基督以外 在外面了 这个里面不在安全的地区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受稳妥的保护 因为我们敬畏神 神说你在他的里面 你必受保护 刚才我跟你讲了那个房间 对吗 如果房间有一大堆东西 我们看不到神 我们只看到我的沙发 看到我的电视机 看到一大堆东西 把神忘记了 圣经放哪里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倒空 你就是那个空的 就是只是容许神你进来充满我 你的话语充满我 这个房间都被神的荣耀充满 神的荣耀充满全地 神的荣耀充满在你和我的生命 那是何等的恩典 来第五 我们就要尾声的 第五 来 七个向神求智慧的好理由 第五个理由 来我们看 真元书三章 多少节 二十四节 你躺下必不惧怕 你躺我 睡得香甜 哇真的是太棒了 第五个理由是什么呢 使我们获得安息 重新得利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能得安息 因为我们不懂得休息 我们常常忙忙碌碌 不懂得休息 但是神说你要懂得安息要知道我是神 你要懂得安息要知道我是神 那你能够睡得很甜 躺卧也很香甜 明白吗 躺卧也很香甜 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耶和华 智慧 就是智慧的开端 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加的有意义 好 来 我们再看 使我们不碰脚坦然行路 好 第六个 我们还有剩下两个 来 七个帮助我们行在智慧里面的好方法 第六个方法 来 三章二十六节 使我们得着信心 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 虽然有千人铺桃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们不至于打倒 为什么 因为神说你依靠他 他保守我们的脚不跌进网罗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凭着信心来信靠神 所以我们要多得安息 重新得利 最后 第七个理由 我们为什么要求智慧 向神求智慧 第七个理由 我们来看 真元书第四章第八节 高举智慧 它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 它就使你尊荣 今天我们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么我们求智慧是因为神说 当我们求智慧 我们懂得顺服 我们懂得依靠神 我们懂得谦卑 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懂得神的话语的应许 我们懂得上帝的命定 我们了解神的性情 那我们就能够被神称为说 你是我的好仆人 你进来跟我享受宴席吧 或者是神说 因为你愿意顺服 你愿意降服自己 谦卑自己 而且呢 你行公义 你好怜悯 你正直的人 你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神说 我要 让你得高升 所以神说 使我们高升的 不是这个社会的成功 名利 财富 这个社会的成功 名利财富 今天可能它是在高处 可能明天 一个什么股票 什么一棒 它就真的是一落千丈 没有人能够知道明天如何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位掌管我们明天的神 就是耶稣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今天可能它 他拥有过一百万的财富 可能明天就是因为一个的 经济上的一个夸解 他可能就一无所有 我们不晓得 但是神说 只要我们愿意顺服 明白他的旨意 谦卑 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他说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升高升 高举智慧就高举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智慧 明白吗 高举耶稣 怀抱智慧 智慧是什么 怀抱着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所有智慧的源头 他就使你尊荣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有七个好的理由 我们有七个好的方法 你得着了吗 你得着了吗 如果你得着了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在这个开放的日子 新的一个季节 新的一个的MCO过后 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我们要开始面对 现实的生活的时候了 哇 有没有打Vaccine 打了还是没有打 到底公司要裁员 还是要保持员工 到底是我要开店 还是不开店 到底我要继续我的事业 还是我不要继续我的事业 所有的答案 我们都要来到寻求神 敬畏祂 你就得到 所有一切神要给你的命定 好 我们一起最后 我们来做宣告 宣告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让我们来看 最后我们一起来宣告 弟兄姐妹 你预备好了吗 预备跟我们一起来宣告 来 1 2 3 我们一起来宣告 生命在我里面正在运行 神的大能在我身上 我是健康的 我是蒙福的 我是富足的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弟兄姐妹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我已经预备了在slide 愿这个slide 能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牢牢的把神的话语 记在我们心中 来 1 2 3 主啊 求祢在一切的事上 赐我智慧与聪明 我知道得智慧 甚是得精子 选聪明强如选银子 因此我要求祢将 丰富的智慧与聪明赐给我 谢谢你主 因你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求你增加我的智慧和知识 好使在每一个情况里面 都能看见你的真理 在我做必须 在我做必须要做的决定时 也求你自我分辨的能力 主啊 帮助我永远都会寻求 属于你的意见 而不是向这个世界 或不敬虔的人要答案 主啊 谢谢你 因你总会赐我所需要的意见 和教导 即使在我睡觉时也一样 也谢谢你将生命的道路指教我 我们去读诗篇16篇的7到11节 把它化成你的祷告 就算在睡梦中 神都会托付梦给我们 神都会在梦里面跟我祷告 最近我的小助理跟我说 Rachel 我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神给我梦到 叫我去读那个圣经 不然就给我梦到 我在为谁祷告 在梦里面神都会彰显他的同在 来 最后我们再一起祷告 我们就结束 来好 最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slide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你是这样一位充满怜悯的救主 主啊 我们非常的感谢 把今天的话语赐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给我们在这个世代 我们在做某一个决定 我们要先寻求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一位充满怜悯的救主 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 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 也看见自己的罪 让我们每一天都回转 来到你的圣堡座前 求你赐给我们有祷告的灵 打通天上的电话 不停止的为这个世代祷告 为我们家庭祷告 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 为我们教会祷告 为我们手上的工作 和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祷告 直到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为止 主啊 我们的目标 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你 我们的目标活着就是要来荣耀你 爱你到底 爱慕耶稣 享受神的爱 喜乐平安 在我们的右手有长寿 在我们的左手有福乐 直到永远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 感谢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哈利路亚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非常的感恩 愿神大大的祝福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视频面前的 无论今天你信主了 还是还没有认识耶稣 我都呼吁你来认识这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独一 充满智慧的自告者 自圣者 因为你邀请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你的人生会不再一样 因为我们人需要有真智慧 来引导我们的脚步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智慧 来引导我们的脚步 我们往往在生活 人生当中会做很多错误的选择和决定 导致我们会陷在困境当中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人生 现在困境也有任何的损失 我们要依靠一位 真正能够带领我们 走进丰盛生命的 那一位独一的创造者 我们要来敬畏他 来尊崇他 来将荣耀送赞归给他 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所以感谢主 愿弟兄姐妹在四平面前 我再一次为大家祷告 祝福在四平面前的弟兄姐妹 得着上帝的命定和应许 还有得着七个求智慧的方法 得着七个求智慧的理由 让我们每一天穿戴全副军装 每一天面对新的挑战 都靠耶稣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愿神祝福大家 愿大家都得着今天神话语的亮光 我们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祝福 我们如此的献上感恩 谢谢 感恩 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把下个星期 有任何的我们继续再见 上帝祝福你 没有改变 你的天地 从昨日到今日 一直到永远 靠你奉神 靠你奉神 允许残立 靠你奉神 我的未来在你手中 堅固坏事 却能真神 我庆拜你 我庆拜祢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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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永远 与我同在 祝你永远 与我同在 阿弥陀佛